美洲天下的海景 各位微信闲事的 各位熟悉三知识 我还没行到以前是从事 中兴测量公司的测量业务 专门办理 国家政府机关的 社区整体规划和都市计划 各种的测量 常常到乡下 或者都市比较老社区 大街小巷 在测量 但是呢 有一件事情让我 没有办法理解的 就是我们乡下 或者都市里面的眷村 很窄 门一出去了 就对到前面这一户的措手 他措手呢 以前不是冲花问词了 直接留下了 他冲着一个孔大大的 对着追负的文出去 里面措手的虫 在那边满地都是 我们看了很恶心 但是我们有的他也是看习惯了 没有什么 任何人吃了以后 排出来就是那些 就不以为然 后来 我看多了 也跟着就习惯了 有一天我就问他们说 先生啊 你这样 你家里平安吗 我家里哎呀多病啊 大大小小的多病 胃肠也不好 大家都很混沌都不聪明 我说那阿摩尼亚 到你家里来 你没有感觉吗 他都时间久了 就习惯了 自然就变成头脑昏昏 头昏昏 就不聪明了 还有的做事业 七座八岛 还有家人卧病 病床排了三四张 我说你们这个 为什么前面不用一块 木板把它定起来就好了吗 以前人都是一咬啊 把它咬去 浇菜啊 你帮他揍个门 他要用才打开来 那不是就很好吗 有的呢 就你说有道理哦 那就 做好了 过一段时间呢 我再过去 看一看 拜访他一下 哦 我家里现在很 进步了 平安多了 而且呢 做事业比较好了 孩子比较乖 头脑比较聪明了 这就是风水学嘛 就是环境学啊 这不是迷信你不迷信的问题 还好现在都市发达了 然后政府环保环境改善都很好 把这个措手全部 这个废弃物来排到统一管理啊 所以这也是风水 无论我们自己 或者别人朋友 有这些现象 我们可以帮他们建立他们 大家平安 社会就和谐 多一个平安 社会大家多一个福分 我们也帮助人家 我们也做一件好事 这个就是风水呢 停下大门外面 不可正冲乱石 即粪坑的道理 祝福各位